如果我今天希望能夠當我按一下確定之後 這個可以被改變的話 我必須怎麼樣在這裡面撰寫程式 撰寫程式基本上流程是這樣 第一個先 讓程式知道這兩個東西在哪裡 所以必須怎麼樣呢 把這兩個東西 在這邊先做敘述 畫面上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TestView 一個是一個Button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先讓他們連結 找到之後再連結 連結之後的話 當我按一下按鈕的時候 我要去改變上面的那一個 上面的那一個上面的名稱 那這樣就完成程式了 所以基本上我想各位 等一下先大概了解一下 將來往後你們會跟這個 這個我想每天都會用 所以基本上請各位務必要熟悉 那第一個先把這個畫面先更改 第二個的話 打開main activity 當然你要不要急著 馬上知道態度 反正你就是稍微觀察一下 這個package我想前面也有講過 套件對不對 有個套件 沒錯吧 那import哪些東西 有沒有 這個叫做外部的 那實際上這些東西在哪裡 基本上都是在這個地方 它有的所謂的套件庫 在這裡面 它也可以找不到 包含enjoy的設計 也就是說實際上呢 我一直強調anjoy有點像 在java的基礎上 已經用人家的東西了嘛 因為java已經 太強大了 東西都做好了 那我怎麼樣呢 最好是 我在你 巨人的肩膀上面 再放一點東西上去 對 所以你會發現他把android的東西放進來之後 就可以開發 那他加了什麼 Activity 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是利用Activity來運作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怎麼樣設計 這個當我點擊他之後 改變這個 這個裡面的字 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觀念通的話 後面要撰寫程式都非常的容易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試試看